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课遇见365位圣经名人 12月25日 今天的人物是西帝加 意思指耶和华士公义的 西帝加是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位国王 而且沦为巴比伦的附庸 曾经试图从埃及求援 巴比伦入侵后 西帝加遭到酷刑和监禁 他的统治时期 为公元前597至586年 今天的内文讲到 西帝加21岁就开始执政 当时犹大王国的前景是令人很担忧 国家的未来暗淡无光 尤大已完全附属于古代中东的新帝国巴比伦 纵然先知耶利米极力反对 尤大仍然决定向当时的另一超级大国埃及尋求援助 在埃及人的支持之下 西帝加以为他可以对抗巴比伦 但是正如先知所预言的那样 整个局势急转直下 巴比伦人带着浩浩荡荡的大军来到耶路撒冷 尤大作为一个国家就是这样落幕了 大批的民众被流放在巴比伦 西帝加曾经试过成功逃脱 但很快就被人捉回 在巴比伦人用刀割他对眼之前 他亲眼目睹他自己的儿子 和最亲密的顾问是怎样被人残酷地杀害 他被童年所住 他们将他带到巴比伦 他在那里被囚禁在监陆里面直到死那一天 西帝加登基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成功统治的机会呢? 从政治角度来看 国家面临的情况的确是不乐观的 但是如果他完全信靠耶和华 这样上帝无疑地会将大给他惊喜 不幸的是在耶利米书52章2节讲到 西帝加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个就是和上帝画清界线的原因 最终就连上帝也对他失去了耐心 我们一起祈祷吧 主啊,我意识到我经常会极度地考验着你的耐心 求你赐我力量 让我不要整天的考验你 以至你对我失去了耐心 多谢你奉主耶稣基督明智祈求 阿们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可以打开圣经翻语列王记下 24章17-25章12节 和耶利米书52章1-11节 今天的神中课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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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